大家好 我是皮隆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花架 也可以叫做菜架 這是一年前我用砧板做的菜架 既然是拿來種菜的 當然就不建議上漆的動作 再來是固定的方式 我是用螺絲釘做固定的 那你手邊如果只有錘子跟釘子的話也行 建議事先在木頭上面著動 這樣比較能夠減少對木頭的傷害 土壤的部分的話 我是用砂網來做放置土壤流失的動作 效果還不錯 當然施工的期間會有木屑 大家的木屑也不要亂丟 因為它可以做現成的肥料 有朋友反映這個上頭 這個字體是怎麼製作的 那我改天有機會的話再讓大家知道 排水的部分的話 我是在下方有做一個排水孔的系統 排水孔可以是你種植的作物 比如說它耐汗的程度跟它吸水的程度去調整排水孔的大小 這種方式的話它是比較可以節省水量 因為你加完上層的作物之後 它自動排水就會直接排到下層來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頻道上面留言 如果說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你在我頻道上面按讚 然後順便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這個是我自己的做法 那你當然有你自己的工具 可以再做變化 會比較符合你自己的方式 還原則上就是注意安全 好 下次見 拜拜